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浩小 我是婷好 又重新回到我们的产业分析系列 这一集我们来聊聊在后疫情时代 5G行情的重返 其实要不是这一次的疫情 5G从2019年起 就是左右台股的主要行情对象 5G的商机业有多大 资金量不大的小资助 又该怎么参与5G行情呢 这一集财经浩小 就用工商时间来服务各位 来为各位做解答啦 在后疫情时代的投资选择 当然就是以5G产业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让很多的产业停款 要重新启动经济 就得靠5G的发展 才能够加速经济 根据PR Newswell的资料 2019年5G基础建设 将以年复合率67%来成长 预估2027年将有478亿的规模 大家都知道5G是未来 会不会想如果5G 再搭配这两年大家喜爱的ETF 结合成5G未来产业ETF的特性 那是不是很好呢 就是符合投资人 现在需求的投资产品 确实近期市面上 有这种商品即将上市 就是元大全球未来关键 研究科技ETF 代号00876的募局期间 在6月10号到6月16号 我们来谈谈5G 整体全球的供应链 想知道5G概念股 有什么有哪些之前 先搞清楚5G是什么 5G并不意味着 网络流量的单位 而是资料传出的方式 相对于过去4G 再次进化的5G 第五代行动通讯网路 借着更高频率的波段 达到更快速的传送速度 更低的延迟 那这个速度呢 大概比4G还要大概快100倍 以高速公路比喻 4G以及是高速公路 5G就是五阳高架 那这种快呢 不只是网速快 而是硬达速度快 其实影响网速最重要的 并不是网路的传输速度 而是硬达速度 我们现在网路慢 主要是硬达速度慢 直播打游戏 你一点它隔了半天才移动 那不行嘛 电动车也是啊 不能因为乙音左转 结果它隔了半条件才左转 所以与过去燃油车不同 电动车的组成 将会有更多的电脑晶片 能源管理系统 驾驶管理系统 等更多的电子零组件 而庞大的商机 将有许多关键科技所掌握 所以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 整体产业列的变革 好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 上游产业列是哪些呢 主要设备厂商 因为目前上游关键零组件的 硬5G技术集中在高频率的传输 各位有学过物理学都知道 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但频率越快代表着信号传不远嘛 需要建更多的信号塔 现在一公里左右大概一个信号塔 以后几十米就要一个 这些基地台的建设是台湾的专长 当然台湾擅长也包含 各式硬5G关键零组件 我常见语各位 如果想要进行完整的硬5G 行情参与规划 最要有全球上游的一个参与 国家风险才能够分散 当然这对资金量不大的散户 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想要搭上疫情复苏后的 硬5G热槽 及同时抓住新经济5G ETF 才是一个首选趋势 不过到底什么是新旧经济趋势呢 在这里我举出大家耳熟能详的气息 分别代表了新经济 以及旧经济的趋势 全球手机晶片大厂高通 它的通讯标准 及机频处理器 已经接近独占的地位 大多数的手机厂商所使用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硬材 也抓住了全球5G行动装置的发展 受益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大增 二者的股价 跟代表旧经济的IBM 麦当劳相比 都有着很闲着的差异 回头来看看台湾的企业 台积电、联发科、大力光 也是新经济的代表 跟上5G的趋势 也会反映在股价上 最后个人认为 还是要掌握趋势 或者新属入门的投资者而言 从ETF入门还是最为恰当 台湾科技型ETF也挺多 但大部分都是纯国内股票为主 很难完整的分散国家或产业风险 唯一正要挂牌的是股票代号 00876位于6月10号到6月16号 募集元大全球未来关键科技型ETF 主攻5G关键科技 投资美国的percent大概有35% 台湾25% 日本24% 其他大概有韩国、中国、英国、荷兰等 大家都知道大者很大 强者很强 投资者要有机会获利 当然要站在像是美国这样的巨人肩膀上 再搭配指数投资的好处 当我们站在浪头上 自然的浪就会冲得更高 那我当然知道 有朋友希望投资美股的5G ETF 但对于汇率风险 或者海外市场研究不深的官朋友 不妨参考一下 元大全球未来关键科技ETF 作为投资布局的一环 当然最后还是要敬请各位 没有一种商品是买了就丢着 对于未来的5G发展 以及ETF整体的技巧 我们都还是要持续的关注 才能确保走在赢家路上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GMA影片 和粉丝专业 当然记得订阅我们的粉专 右边有财经号角 当然如果你加入我的Telegram 及时通讯论里的话 有很多不好意思 在脸书上公开的想法 我都会在里面 透露给各位 感谢各位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